年初四的樣子,相信大家都知道是怎樣 但年十八是什麼樣子? 當然就是佐敦南區議員陳子維的樣子 若然我沒看錯,兩位應該是好愛員工的 正所謂生於亂世,陳議員已扮有種放假的責任 平時立場多黃都好,放假當然要紅 不紅就是DIY自製遊牆假期好意思 加上閒日要找對家幫手這麼辛苦 放假的東西,當然要親力親為 農曆新年一定要好好好休息到年十八 黃耳辦不單可以享受初一至初四的紅色假期 連情人節都可以起媽 貫徹香港融匯貫通的特點 更小的都放了 如果有幸身為她的伴侶 真是幸福滿滿 我全家都很幸福 不過這段時間 或者就要黃居民屈袖一下 辛苦點,有事 就找陳議員的對家幫忙 但黃盈大愛 在不割席的原則之下 相信耳辦不開十幾天 沒有人會做分法 幫陳議員開年 更何況陳議員都解釋了 不開門不等於不做事 還說如果有人不明白 可以約個時間 上他耳辦談話 那又是呀 開了門也不等於有做事 否則都不用辛苦對家 但大大隻字寫著年十八啟史 這個預約又要不需要等到年十八或之後呢 年十八才可以跟議員說到開工大吉這四個字 何其壯災? 一眾黃文,認真識選啊